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说神队友是谈到说 这个队友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厉害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神队友就是像神的队友 活得像神的队友 能够彰显出神的生命的队友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 在职场当中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 不只是我们传福音 而是我们真的活出福音来 我们真的表彰出福音来 那我们怎么样子 让我们的职场上面有突破 而且我们能够表彰出神 那么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给予 因为给予不只会使我们成功 我们谈到说给予者 其实他们在职场上是更成功的 他们的人际网络反而是更大的 更真诚的 更持久的 而且跟他们互动过的人 其实是更乐意跟他们合作 更乐意跟他们购买 更乐意继续来买他们的服务 因为他们是一个给予者 大家都喜欢给予者 那其实给予者不只是会成功 另外一个给予者表彰出神的本质 为什么 因为神是一个给予者 是 对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气息 对不对 祂创造了人 然后把这个向他们吹气 使他们成为有灵活人 神给了我们自有意志 神给了亚当跟夏娃伊甸园 神给了他们祝福 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能够管理所有一切的生物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各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神给予这一切 包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就知道 当人进到罪当中的时候 可是天父仍然将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神给我们爱 神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神是一个给予者 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给予的 这样的生活模式里面 其实我们是更表彰了 神他自己 这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不是只是我们给予 不只是因为我们会更蒙福 其实也是我们表彰出了 神他自己的生命 我好喜欢你这样的解释神对友 因为通常我们觉得 神对友的相反就是猪对友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神对友 其实是彰显出神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 就是要长大成熟 满有基督长大的声量 我觉得其实怎么样活出耶稣的生命 其实更是在团队里面 更是在职场当中 每一位基督徒要花心思去思想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 我的成功 我的卓越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这是跟我的生命 跟我的品格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要为主得地为业 可是却没有想过 其实要承受产业 必须要某种的身份跟身量 才能够去承受产业 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那一个世代 其实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 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身量 或者是他们的思维 拦阻他们 进入到神为他们预备的产业里面 所以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 我们在职场上面 如果要为主作严作光 其实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品格 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 怎么样造 而且是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透过一个在我们职场当中 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方式 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 魏提项牧师 他其实给我一些很好的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建立了一些慈善的机构 像食物银行 像蒲公英杂志 像基督教今日报 那么他就有一次跟我谈到 他生命中有个八字真言 他谈到说 像神活着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 面对很多很多挑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像神活着 我们在婚姻当中 遇到很多的挑战 家庭遇到很多的挑战 服饰上遇到很多挑战 我们像神活着 其实很多时候在那些困难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在看问题 一直在看挑战 或者一直看我们的目标 可是其实像神活着 这个很重要 但是很多基督徒就算活到这个点 就是说我们的职场的忙忙碌碌当中 家庭的这些各种挑战当中 我们像神活着 这就很不容易 可是第二个是活着像神 这其实是更高的境界 不是职场上像神活着 可是我能不能在职场中活着像神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个对我来说是 这简单的八个字 对我来说很多的思考 像神活着 活着像神 那么其实给予会帮助我们成功 蒙福 但我们像神活着 我们不断的 我们期待我们仍然在 很多的挑战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 让这个给予表彰出神 它就是这样的本质 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就问说那给什么 我们到底能够给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宝贵的事情就是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长处 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给出去 因为我们也很难把 我们没有的东西给出去 所以我们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给出去 这个是在团队 在职场当中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我怎么样 第一个是发掘我的恩赐 我的才感 我的能力 然后在团队当中 把我的那一份 带到团队里面来贡献 来分享 然后来付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团队当中成为一个好队友 在团队当中成为一个神队友 这是最基本的 你要来贡献的 法国的神学家德日静 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无法言喻的独特性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包括你有三个孩子 我们有两个孩子 我们的孩子呢 其实他们是同样的爸妈生的 而且其实我们试着给一样的爱 我们也是给孩子一样的教导 可是为什么每个孩子都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他们是完全独特的 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 那么其实他谈到说这个独特性 是需要欢庆 而不是需要消除的 在很多的团体里面 好像很努力想要消除掉那些独特性 其实应该要欢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努力放在 除去个人的弱点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是把我们的时间跟精力 放在显明每一个人的长处 他的特点 那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 那就有一个 有一个叫Donald Clifton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其实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他期待把每一个人的天赋塑造起来 而不是花时间努力去消除掉他们的弱点 所以他做出来这个结果 就是你跟我都非常熟悉 叫做Clifton's Strength Finder 对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去把每一个人 天生有不同的天赋能够找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找到我们的天赋 在我们的天赋当中 能够更多地去让他成熟 更多地显出他的亮点 我想对任何的团队 对任何的团体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我想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团队当中 我发现很多人在职场里面 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带出什么的一个影响力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影响力 其实一定是来自于神给我们那个独特的恩赐 跟才干跟能力有关联 也包括我们的热情 其实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 第一个你一定要在你所擅长的事情上面卓越 而在团队当中把你所把神给你的那一份 带进到这个团队的里面 那这个团队就会因为你的存在 得到非常大的祝福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也安排了一些的塑造的过程 就是有些你生命当中的经历 他所塑造你的过程 透过着你过去当中所经历到的东西 他也养成了你现在有的一些属天的性格 那其中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神呼召你要成为的这个人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你的一些的历程 即便有些东西过去是不好的 是负面的 甚至是一些悲惨的 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将来都可以在你生命当中 带出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会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当你进入到你的呼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万事可以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最终他是跟你的呼召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的是 我会什么 我能什么 却忽略了一个是我过去所走过的一个经历 那个经历有些是悲惨的 有些东西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发生的 就像约瑟也好 就像是摩西也好 就像所有很多这些经历神呼召的人 他们也大卫等等的 他们都经历一些的这些的 你说旷野 那这些旷野的塑造 其实后来成为他们影响力 发挥也好 或者是在跟 在治理上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带给团队的是什么 带给团队的不是你的恩赐才干能力 还有你的人生的塑造的一个历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说我们可以给的 就是我们的恩赐才干专长能力这些东西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 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失败挫折打击 会有任何的贡献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分享出来 也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甚至其实有些时候单单是去分享这些伤痛的经历 然后让别人知道说 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你知道有些时候 当一个人愿意去分享他生命中的软弱跟挣扎 甚至不是过去 是现在他正在当中 其实他都会很大的去改变整个团队的氛围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是可以分享的 我们都是可以分享的 我记得七个习惯的作者 Steven Covey 他曾经这么讲过 说他在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 那一堂课其实是他整个教学生涯当中 最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说有一个人在台上 他在做报告的时候 就分享他所经历到这些挫折跟打击 那他本来 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 他说一切这些 一个学期要教什么课程 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哪些人要报告都已经安排好 可是那个人他一分享之后 然后他带着很深的感动 然后敞开就分享的时候 然后全部同学都受到感动 然后大家就开始 大家就开始来分享 他说那一堂课 是成为他教学生涯当中 最特别的一堂课 因为他整个计划完全的改变 然后大家都可以很真诚的 分享他们里面的事情 而且他说 感情很持久 大家从学校毕业了 这个班的同学 却一直都彼此在联络着 其实他只是开始于 一个人愿意先给予 他的失败 他的挫折 他的软弱跟挣扎 那当然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这些事情形塑的我们 我们从那个当中 学到的智慧跟经验 那也是我们可以提出来贡献的 其实有的时候 在团队里面的贡献 或者是我的影响力 其实是来自于 我生命当中的一些 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的挫折 或者是一种一些的失败 甚至是一些所经历的伤痛 在经历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明白 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发生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自联的里面 会苦毒等等这些的东西 可是当我们从 这些过程当中走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从神那边领受 医治跟恢复的时候 真的在现在在团队的里面 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甚至在我跟人的辅导的里面 我就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 其实真的 当它连接到我的呼召的时候 我就发现 神真的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而且不只是我个人得益处 我发现我的团队 因着我过去的挫败 伤痛等等 他们可以得到益处 而且甚至带下一个 从神来的安慰 我就觉得说 当我经历过神的安慰 其实我也可以把神的安慰 带到他们中间 当我经历到 我自己生命当中 一些 一些可能 愚昧所做的一些的抉择当中 怎么样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带下来的是 神的智慧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其实我们在团队里面 给予的东西 比我们想象的东西 可以多很多 但是我也觉得是说 怎么样在团队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很在乎的是 别人看我的眼光 所以我的给予一定是 很多的时候我一定是把我最好的那一面 给予呈现出来 给予出来 可是却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真诚当中的一些的分享 或者是在真诚当中的一些的安慰 或者是 却可以整个的 其实对整个的团队的一个影响 或者是 其实是更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带出来的一个影响力 我们会以为给予就是说 我有很多 然后我很成功 然后我很丰盛有余 然后我能够去给 可是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给的时候 那些领受我们给予的人 他们很希望能够看到 其实我们也有很失败 我们也有很挫折 在这个当中我们理解他们 我们陪他们在一起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像我在梦想之下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很多时候 我跟孩子们 然后当我分享到我来自的家庭 我在家庭里面所受到的伤 然后我在学校里面遇到了挫折 突然之间那些孩子就 我们就可以好像很近 然后当我的孩子 自己来跟我讲到学校里面的一些事情 我也谈到以前我童年的一些 失败的时候 我就发现孩子的心就会很敞开来 所以很多时候给予是 我们能够把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 给出去 我们最软弱的那一面给出去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美 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会什么 其实如果你去看所有的领导者 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们会什么 他们不会什么 然后他们竭尽所能的 他们不会去隐藏他们的不会 可是他们尽力的 把他们会的 他们能够的把它发挥到极致 而且能够分享出去 这常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的特质 其实他们会的都不一样 好像我们知道说 那个Clifton Strength Finder里面 他们其实是有34种的天赋 对不对 这34种不同的天赋 那其实2008年的时候 在福利达州大学 有一个教授叫Tim George 他就研究了7500个年轻人 他说这7500个年轻人 他发现这些年轻人 他们如果是比较自信的 他们比较知道他们自己到底会什么 然后他发现说 25年之后 这些年轻人的教育程度 这是个跟了很长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25年之后发现 这些年轻人的教育程度更高 职场上的表现更好 甚至他们的身体更健康 他们在各项的指标上面 这些有健康的自信心的人 其实都是更好的 那这些优势跟长处 其实如果你去分析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它大概分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跟执行面有关 就是说这个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所以这Clifton Strength Finder里面 就是说第一种是执行类 就是你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第二种是影响力类 就是你可以去发挥你的影响力 你可以把讯息传递出去 你可以把你的意向 你可以把你的感动讲出去 你可以沟通 这个就是在沟通上面比较擅长的人 那这是一种 第三种是维系关系的能力 他能够去建立友谊 他能够去打造团队 他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 这种是关系上的 第四种是策略思考的 所以他可以去想关于未来 他可以去想关于策略 他可以想关于怎么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 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去想 每一个人都有长处 不一样 有的人是可以把事情做好 有的人是有非常策略的思考 有的人是会非常会去沟通 会去影响别人 有的人是能够建立很深 很真诚 很深远的关系 重点也是 就是当我们明白 我们的独一文 跟我们的独特性 我们才能够活出 那个真正的自信的里面 不然的话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团队里面 在人际关系当中 其实我发现通常会在那边 邀功的 抢功劳的 或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自大的 其实说真的说穿的 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跟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自卑的 我想真的要做一个神队友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猪队友的行为 在圣誓里面其实也有 我想在福音书里面的 这个十二个门徒 基本上他们在互动当中 就是这十二个人加起来 其实反而我们看到他们 不是带出来一加一大于十二 其实在那个当中 有很多的内斗也好 内耗也好 在彼此争论谁伟大 谁要为首 对耶稣所说的话 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的理解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们从福音书里面 进到使徒行传的时候 都变成神队友 所以在五旬节的那一刻 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 以前过去他们是彼此在竞争的 彼此在争论谁为首 谁为大 可是那一天其实我看见到的是 我看见到的是其他 其他的使徒们对他的成全也好 或者是认出在他身上的那个职份 也感受到这一个moment 是他要站出来讲的 那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怎么样recognize 怎么样认出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那一个特质 而且也recognize在这个时刻 是某一个人要发挥他的功能 或者是说站在那一个moment 然后会为那个人 给他作为那个人最好的一个 一个鼓励也好 或者是拉拉队 我觉得这其实是在人际关系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 在发现你的领导天才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说很多组织跟团队 他有很大的错误 就是说那个团队的人 都在模仿那个负责人 那个领袖他们的特质 他们的优势 结果就发现说 这个团队都是同一种特质的人 他就常常在市场 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就暴露出他们缺乏多样性 其实我想在这些十二个使徒里面 他们每个里面就好像你所说的 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个性跟特质 可是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地互补 彼得 约翰 他们是非常非常互补的 保罗 巴拿巴 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 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说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表现出 有些人说 我认为我以为在团队里面 一定要是那种 很策略性思考的人 那才是很厉害 或是很会沟通的人 那才是很厉害 可是其实任何团队 少不了把事情做好的人 少不了能够把关系维系起来 建立起来的人 所以其实当每一个人都看见 我们的身上都有非常 独一无二的天赋 而且我们就欢庆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在团队当中 都是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这份给出来 那我们就不会看见 团队更加地欣欣向荣 所以当每一个人看见 自己有这样的天赋 而且乐意把它给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是个很好的团队 不只是团队被成全 公司被成全 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成全 也会更加地喜乐 在职场当中 我们不只是要向神活着 而且也要活着向神 我们的父神是一个给予者 祂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爱 也给我们祂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所以让我们效法 父神的榜样 成为一个给予者 彰显出天赋 祂的属性来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不只是可以给出 我们的恩赐 才干能力 也可以给予出 我们的脆弱 我们的失败 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 那所有一切过去 形塑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给出去 亲爱的朋友 我要说 照着Donough Clifton 你是有天赋的 或许是一个 把事情完成的 或是建立关系的 或是影响力的 或是策略的 但是我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天赋 让我们把我们的天赋 发挥出来吧 发挥我们的强项 很开心跟你分享 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路上 跟我们分享 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